人有了年纪能够过着退休生活 悠闲享福当然不错 但是退休生活如果没有好好的规划 就会变得很无聊 在邻国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年长者 选择在过了退休年龄之后 继续地在职场打拼 除了能够打发时间 还能够有额外的收入 乐龄者继续工作 也为新加坡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 提供了解决方案 穿上制服 戴上工作证 整理好头发 准备上工 这名老伯今年已经71岁 尽管头发花白 但他却没有闲着 以前在航运公司上班的他 7年前也就是64岁那年宣告退休 不过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 让他实在觉得难熬 因此几个月后 他毅然决然重返职场 同样选择不退休的还有他 新加坡65岁以上的年长人士就业率 过去10年来从16%增加到27% 尽管新加坡落实的公积金制度 获得不少肯定 但民众认为他们到了这把年纪 还必须工作 也是逼不得已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新加坡是继韩国之后 人口老化速度第二块的国家 当地人口出生率低 政府又限制外来者数量 导致这个金融中心越来越依赖老年人口 新加坡政府除了推出每个职位 30万新元的补助金 鼓励年长者就业之外 还向公司企业提供其他奖励 这个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对抗人口老化的方式 将是其他国家效仿的目标 NTV7终合不到